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拾的母爱 白雪是动物园豢养的一只雌性北极熊 自从她生下了一只小宝宝后 便被大家誉为动物园里最佳的母亲 哎呦 王姐 你给白雪准备的食物也太多了吧 她能吃得完吗 白雪她现在可是急需补充营养 要知道 自从她的孩子出生那一刻起 她就寸步不离地守在她身旁 晚上睡觉一有风吹草动便会惊醒 自从有了孩子 白雪就没睡过一个安心觉的 你的那只白雪可真是为尽职尽责的好母亲 假如动物界有最佳母爱评选的话 我敢打赌金牌酱非她莫属了 在动物界里 很多动物的母爱都令人叹为观止 比如母鳄鱼在敷暖期间非常多天不吃不喝 日夜守在暖窝旁 一直要等到幼饿破壳而出 才拖着消瘦疲惫的身体到水中觅食 还有乌鸦妈妈 他们为了给雏鸟找到足够的食物 一天往返几十次 飞行很长距离 甚至有一些雌乌鸦在补养雏鸟的后期 飞着飞着一头栽了下来 活活累死的 还有狐狸妈妈 当猛兽或猎人逼近洞穴时 狐狸妈妈为了诱狐的安全 会装着受伤的样子 九死一生把危险引开 所以说白雪和那些动物妈妈比起来 还差得远呢 是吗 我想如果在野外 白雪也会像那些动物妈妈一样 不顾一切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的 王姐 不好了 你快去看看白雪吧 啊 白雪她出什么事了 说着 王姐和其中一位饲养员 匆忙朝北极熊馆跑去 当王姐来到北极熊馆 一看惊呆了 只见小熊仔正叼着熊妈妈乳房 在不停地吸着 而熊妈妈的乳房 此时正渗着血珠 哎呀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几天 小熊的食量越来越大 白雪的奶水根本就喂不饱他 白雪似乎也明白自己的奶水不够小熊吃 于是便用熊爪拍打着自己的乳房 就像是在自责一般 天啊 要知道北极熊一掌拍下去的力量可是非常大的 王姐 我们得赶快想想办法 这样下去白雪的身体会垮掉的 要知道小熊现在喝的可是他母亲混着血的奶啊 我看还是人工喂养那只小熊吧 我们动物园里好多动物宝宝 都是人工喂养牛奶长大的 哎 这个方法我也想过 可现在根本行不通 要知道白雪对他的孩子看守得非常严 我们根本没办法靠近他 就连给他投食时 他都会露出一副凶象 好像是我要去偷走他孩子一般 没错 我们现在根本没办法从白雪身边带走小熊 王姐 可我们也不能看着白雪这样继续憔悴下去啊 我有办法了 我们可以在白雪的食物里 加入一些催奶素 只要白雪有足够的奶喂养孩子 不就可以了吗 也只能这样了 不过那只小熊很快就要断奶了 等它断了奶 白雪应该也能轻松一些的 是啊 希望小熊能快点长大的 小熊吃饱后 便开始在北极熊馆里悠闲玩耍着 白雪终于可以抽出一点时间见识了 宝贝 跑慢点 小心摔着 妈妈 没事的 我会小心的 好痛啊 妈妈 好痛啊 宝贝 宝贝 你没事吧 妈妈 妈妈 我的鼻子好痛啊 白雪一眼看到了小熊的鼻子 被那树桩撞得流出血珠来 她愤怒地看着那块树桩 然后大吼一声 一顿撕咬 目屑飞溅 北极熊馆外的众人看到这一幕后 纷纷睁大了眼睛 天啊 白雪这是疯了吗 这个白雪 真是太疼爱自己的孩子了 在白雪 呕心沥血的照顾下 这只小北极熊终于长大了 长大后自然就离开妈妈 不需要再照料孩子的白雪 渐渐恢复了原本强健的体魄 唉 白雪这段时间 终于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 是啊 她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体力了 你看她身上的毛发 也越来越亮 听说原长准备再让她 再生一只小熊呢 啊 再生一只小熊 天啊 那白雪岂不是 越被累得脱一层皮啊 可不是吗 我们得想点办法 这次绝不能再让白雪 那么劳累了 对了 白雪刚生下小熊的时候 表现的母爱 并不是那么强烈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喂养后 她对小熊的感情 越来越深 那时候 谁也别想靠近她的孩子 所以 如果白雪 在生下后 我们便替她喂养 这样一来 就能保证白雪的健康了 嗯 这个主意不错 我们就试试看吧 第二年 白雪果然有产下了第二胎 一只漂亮的小母熊 为了保证母女平安健康 小母熊一出生 王姐便对她进行人工喂奶 王姐拿着奶瓶给小母熊喂着奶 小母熊大口大口地喝着 王姐 看来这只小家伙 很喜欢喝牛奶啊 嗯 她一生下来 喝的就是牛奶 当然喜欢了 那白雪呢 你把小母熊带走后 白雪有没有变得很伤心呢 刚开始的时候 白雪的确显得很失落 不过很快 她便恢复了以往的生活 不仅没有像上次那样 起食不安 心力交瘁 反而长胖了不少 那是当然了 白雪整天吃吃睡睡 也不用担心小熊仔的安危 也不用操心她的起居饮食 生活的悠哉悠哉 当然会变胖的 白雪是过得悠闲自在了 可是王姐 你最近可是受累了 每天像照顾小孩子一样 照顾她的 照顾她倒是没什么 但是随着她一天天长大 她是需要从白雪那里 学会很多技能的 北极熊的生活技能 我们可是没有办法教她的 是啊 我们终究还是要将小母熊 送回到白雪身边 如果把小母熊 再送回到白雪身边 那白雪岂不是又得劳神费力地照顾她 怎么会呢 我已经将小母熊照顾那么大了 白雪不必再花费那么多心血了 的确 当已经能够到处跑来跑去的小熊仔 再次回到白雪身边时 白雪对这个小家伙显得很陌生 她不但不会给小熊喂食 而且连礼都不愿理她 白雪懒洋洋地趴在那里 小母熊在她身边走来走去 接着她停了下来 然后扭头看到正在外面观察的王姐和管理员 小母熊看到王姐后兴奋地朝起跑去 哎哟 她又跑过来了 王姐 这只小熊看到你 比看到她妈妈还亲啊 她要是这么依赖我 可不行 说着 她急忙转身走开 然后躲在了白雪馆的门后面 小母熊发现王姐不见了 显得很是失落 她轻声哼叫着转身朝白雪那里走去 对对 小母熊 去你妈妈那里 去你妈妈那边 小母熊来到了白雪身边 白雪正懒洋洋地趴在那里 小母熊一边往白雪身上爬着 一边喊道 妈妈 妈妈 白雪显得很不耐烦的样子 你怎么又来了 我正在休息 又把我的美梦给敲醒了 真是烦啊 然而 爬到白雪身上的小母熊 一个不留神 一下子掉落在地 她疼得乌液起来 好痛啊 好痛啊 吵死了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啊 白雪 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她 她忍不住 从白金馆的门后面走了出来 小母熊一眼看到了王姐 于是便委屈地叫着朝她跑了过来 哎 王姐 你不要过去了 现在小熊对你的感情比对白雪还要深 这样下去可不行的 哦 对哦 你说的有道理 爱 爱是一种感情的流动 是一种生命的能量转换 是一种付出与获得的双向交流 即使是最无私的母爱 也是如此 母爱 适合怀孕的累赘 分娩的阵痛 消耗生命的哺乳 繁琐的看护照亮 孩子生病时的担心受怕等等琐碎的日常事物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抽掉了这些繁琐的生活内容 也就抽掉了爱的坚实基础 看来是因为我的一片好心 用人工喂奶取代母乳喂养 这才让白雪和小母熊的母女情感 变得如此淡薄 可不是吗 想想白雪对待她第一个孩子 付出了多少心血 而这个孩子呢 从一生下来 白雪就一口奶也没喂过 一天没照料过 哪里会有感情呢 没错 现在想让白雪对小母熊疼爱有加 那简直就是幻想 白雪的母爱已经消失了 是啊 是我扼杀了白雪 她那伟大的母爱 希望这段时间 她们朝夕相处 能够将白雪的母爱 唤醒回来 然而一个月过去了 白雪对自己的女儿 依旧不冷不热 小母熊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没有王姐的照料 她身上脏兮兮的污秽难闻 而一旁的白雪却视而不见 小母熊趴在水池边喝着水 突然她脚下一滑 一下子掉进了水池里 不远处的白雪 浇了水池里的小北极熊一眼 然后继续趴在那里 救命啊 救命啊 哎哟 你们看呐 那只小北极熊 好像溺水了 怎么可能 北极熊可都是游泳的高手呢 它怎么可能溺水呢 这可是一只小北极熊 据我所知 小北极熊在水里时 鼻孔还无法避弃 是很容易被水呛到的 天啊 这么说 它真的是溺水了 可是它的妈妈 为什么不下去救它 我们得赶快通知管理人员 否则这只小熊会被淹死的 管理员和饲养员王姐 被游客喊来后 看到了在水池里 不停挣扎的小北极熊 显得惊慌无比 天啊 怎么办啊 我们要赶快把小木熊救上来 否则它会被淹死的 可是白雪还在里面 我们不能进去 白雪 难道你就忍心眼睁睁的 看着你的孩子淹死吗 妈妈 妈妈救我 妈妈救我 白雪 它可是你的孩子啊 快救救它 终于 白雪哭咚一声 跳了下去 然后轻易地 将小母熊拖出了水面 馆外的管理员和王姐 终于才松了一口气 王姐看着水池边 白雪舔视着小母熊的身体 看来 白雪的母爱 又开始体现了 是啊 从这次的经验 我们学到了 真的不能剥夺一位母亲 对孩子 自然流露的关爱啊 会笑的八哥 强哥 真是谢谢你送我回家 哎 客气什么啊 只是顺路而已 不过 小春你为何 每周都要回乡下老家啊 周末在都市里玩不好吗 强哥 你有所不知 我父亲去年过世后 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 所以每周末我都会回来陪陪她 怕她无聊寂寞的 原来是这样啊 你真孝顺的 小春 我看 你应该在都市买同房子 然后 将你妈妈接去 一起住才好 我也有这个打算 最近也看了好几个房子 不过价格有点高 我还差十几万元呢 要是看到喜欢的 就先借钱买下来 以免错失良机 再看看吧 强哥 都到中午了 到家里吃了午饭再走吧 那就要麻烦你了 你太客气了 来 赶紧进屋里休息一下 喝口水解解渴吧 妈 我回来了 吓哼哼哼 吓哼哼哼 吓了我一跳 原来是只八哥啊 儿子回来了 儿子回来了 天啊 这只八哥可真厉害啊 这么会说话 这都是我父亲 在世的时候教他的 儿子 你回来了 还有阿强 你也来了 我刚做好饭 赶快来吃饭吧 吃饭 吃饭 赶快吃饭 怎么 你也想吃饭啊 好 没问题 喂喂你 你等一下 我这就去给你拿食物 谁知盘中孙 历历皆辛苦 哇塞 这只鸟 可是只神鸟啊 小陈 你家里 有只这么厉害的鸟 怎么不早说啊 它很厉害吗 当然了 小陈 你知道吗 我认识一位苏老板 他酷爱养鸟 尤其喜欢奇鸟 你家这只八哥 如果被他看上的话 一定会出高价 买下来的 高价 那会是多少钱呢 我想 几万块钱 是不成问题的 几万块钱 这只鸟 真的能卖到 那么高的价钱 啊 应该差不多 有时间 我带你去 见见那位老板 好的 如果这只鸟 真能卖几万块钱的话 我就可以在都市里 买间房子 把我妈妈接过去 一起住了 你们刚才在说什么呢 没什么 没什么 赶快过来吃饭吧 要不 菜就凉了 几天后 强哥便带着小陈 去见那位酷爱养鸟的苏老板 哈哈 哈哈 这只八哥 果然有点意思 苏老板 这只八哥 就是我这位小兄弟养的 怎么样 你喜欢吗 这只鸟 是你的 是的 我养鸟养了那么多年 什么样的奇鸟都见过 但是会笑的鸟 倒是很少见 尤其是这只鸟 笑起来的时候 给人感觉像是 发自内心的 这就更难得了 这样吧 这只鸟 我出八万块钱 怎么样 八 八万 小陈 卖给苏老板吧 卖了这只鸟 你就可以在都市 买间房子了 苏老板 这只鸟我卖了 不过它现在 在乡下我妈妈家里 等我将它带来后 再联系你 行啊 等你再鸟来 就打电话给我 就这样 强哥开车 带着小陈 匆匆赶回了 乡下妈妈家 哎呀 儿子 你今天怎么回来了 妈 妈 我们要发财了 我们要发财了 你大白天的 做什么美梦啊 我们怎么就要发财了 妈 你知道吗 我们家的这只巴哥 能卖八万元呢 有了这些钱 我就能在都市 买下一间房子 到时候 你就可以搬到那里 跟我一起住了 不行 它不能卖 妈 为什么啊 难道你就忍心 让我一直租房吗 我说不能卖 就是不能卖 你就别再打它的主意了 说着 妈妈走进了屋里 强哥此时走了过来 他一眼看到 表情沮丧的小陈 你妈同意卖这只鸟吗 别提了 它不同意卖 你有跟你妈说 这只鸟 能卖多少钱吗 说过了 可是它却坚决不同意 卖掉这只巴哥 自从我爸去世后 我妈的精神就昏沉沉的 它竟然为了一只鸟 连八万元都不看在眼里 真是糊涂啊 小陈 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劝劝他吧 劝不听的 我已经想好了 我妈中午有午睡的习惯 等她睡着后 我把她偷出来就是了 小陈 你这样做不好吧 这事你就别管了 等我妈睡着了 我偷出那只巴哥 我们就走 就这样 小陈等到她妈妈睡着后 便偷偷将那只巴哥带走 回到都市后 便独自约了苏老板 出来见面 这就是你说的那只巴哥 没错 巴哥 来 念手古诗吧 他有点怕声 回家 回家 苏老板 你听 他的声音多红亮 他不是会笑吗 让他笑一个给我看看 巴哥 笑一下 快笑一下 巴哥 就这样笑一下吧 我这样不笑 这样不笑 哼 怎么这样不听话 你这个家伙快笑啊 快给我笑 行了 你这是干什么 这只巴哥 我要了 啊 你要了 是啊 他的确非常聪明 竟然还会顶嘴 这样的巴哥 的确算是一只奇鸟了 嘿嘿嘿 然而 就在小陈和苏老板 进行交易的时候 小陈的妈妈 在强哥的大领下 走了进来 这只鸟我不卖 啊 妈 你怎么来了 小陈 对不起 你妈妈找到我 谁逼着我 带它来找你 我也没办法 你胆子可真大 竟然趁我睡觉时 把它给偷出来卖 我告诉你 只要有我在 这只鸟 绝对不能卖 嗯 哈哈 哈哈 他笑了 他真的会笑啊 我出十万块 这只鸟卖给我吧 不卖 为什么 我相信 没有人会出 比我更高的价格了 这不是钱的事情 这只巴哥 不管多少钱 我都不会买的 为什么 难道这只巴哥 对你来说 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是的 这只巴哥 是我丈夫从小养大的 他所会的每一句话 都是我丈夫 亲口交汇的 谁知盘中孙 历历皆辛苦 谁知盘中孙 历历皆辛苦 哈哈哈哈 小家伙 你真是只机灵鬼 一学就会 哈哈哈哈 哎呀 你这个家伙 竟然还学我笑 来 看看我们谁笑的大声 哈哈哈哈 你能不能安静点啊 没事 笑那么大声做什么 你仔细听听 究竟是谁在笑 来 小家伙 笑一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样 他很了不起吧 我丈夫去世后 我每天都活在悲伤之中 但是那一天 我突然又听到了 丈夫熟悉的笑声 那是这只八哥发出来的 哈哈哈哈 我听后一惊 然后寻声望去 只见这只八哥 朝我这里发出 阵阵笑声 哈哈哈哈 当下 妈妈的眼睛 湿润了起来 你是想让我 开心一点是吗 没错 没错 哈哈哈哈 好了 我不哭了 不哭了 以后我也会多笑的 这只八哥的笑声 和说话的语气 跟我的丈夫一模一样 哈哈哈哈 每当听到他的声音 我就感觉 这种 仿佛就在我身边一般 不过 随着丈夫离开 我们的时间 越来越久 这只八哥 已经忘记了 好多语言 没错 原来他会说 好多话呢 去年 还能模仿 父亲打喝签的样子 但今年 他却忘记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错 我们每天都要 开心的生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只有我丈夫的笑声 他一直记得 我真怕那一天 他会连着笑声 都忘记了 那样 我就再也听不到 丈夫的声音了 妈 对不起 我不该瞒着你 偷偷卖它 我知道你想卖掉它 在都市里 买间房子 接我去住 但是在我心里 你父亲就像是 附在了这只八哥身上一般 所以我不管多少钱 我也不会卖掉它的 啊 原来是这样啊 那这只鸟 我不能买 你把它带回去吧 不过说句实话 我真的还蛮喜欢 这只鸟的 但是君子不夺人所爱 哈哈哈哈 回家 回家 好 我们回家 八哥模仿主人的笑声时 或许是在思念已故的主人 当家人听到这熟悉的笑声后 则感觉亲人并未离去 所以这只八哥对于小陈妈妈来说 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自己的家人是不能卖掉 而是需要一直守护到老的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 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佛教慈悲至业 曼苏势力中心 劝发菩提心文 招生通启 此菩提心诸善中亡 而苦难众生是菩提心的根本 诸佛菩萨为菩提心之花果 原菩提心必于众生中求 如何在现行大环境中 发起正确的菩提心 能发起菩提心又有哪些因缘 每日我们饮食三餐 但佛陀说的精神解脱法时 我们有按三餐私食吗 进入由净途中第十一主 请安大师为我们悲戚之意 听闻读诵者五不落泪 修净途法门的行者 更需切愿发此菩提心 让我们在五浊二世中 思想波如何不受外境干扰 转成静善的光波 与法相应 与佛同行 课程内容 请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 课授讲者 心普法师 上课时间周六上午9点半至11点半 上课日期 7月8日 7月15日 7月22日 7月29日 8月12日 8月26日 9月2日 9月16日 9月23日 9月30日 共10堂课 地址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 三段99下 石农2号1楼 报名电话 022631-0619 022631-0619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成真护身员义工 工作时间 每月第四个星期日 工作内容 除草 打扫环境 洽询电话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洽询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2段345号 静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遥秦淋 南无上师日光之 多罗数王 胜德如来 南无上师日光之 多罗数王 胜德如来 南无上师日光之 多罗数王 胜德如来 中文字幕提供